用这一边这么说,过分强调一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排斥另一边 这会是一个全息的问题,稍后我再解释 刚才明白我的意思,我都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如果两边都有,你就是说一边,甚至那边我们排斥另一边的时候 就会留于一个不合理的全息 如果如学明明有两边,你就是用一边去取代另一边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危险,变成你的如今的伦理学只是限在一个側面 看不到你的重要的側面,这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以下的全息就是比较着重兼有得性伦理学和规质伦理学 两边的意思,它用回如家的说法去引识 如今的伦理学的两边都有,对照三点 第一点可以说是兼重得性和规质 这里要解释,如今的伦理学的确是有规质伦理学的部分 这个又要肯定的 所以毛先生的身体和其他相关义作 如何受到学界重视呢? 就是因为它是捕捉到愚学,在伦理学方面,一些重要的行业 或者解释不到毛先生的那种受到重视 而且实际上很合乎我们反省的 就是毛先生在身体和性体的讨论 很多地方很合乎我们反省的 这个呢,我要在左下的补充 就是解释一下 就是你看回先秦愚也好,宋明愚也好 就是我们不说当代身愚一了,当代身愚一再复杂些 就是先说先秦愚和宋明愚 他们都明显有规则伦理学的讨论 这个叫肯定 比如在先秦愚的时候,孔子讲义利之辩 曼子也都讲,还有还有一个补充 比如说告子作人性的辩论 其实这些主要都是规则伦理学那方面的行业 或者取向,如果大家留意到 因为义和利很明显是公理主义和义务论 着重的道德的那个内涵 那些不是德性论理学,尽管是内涵的 因为义利不是讲德性的 而是讲道德的规则 什麽叫道德,什麽叫不道德呢 合乎我们良心的反省 或者道德理性反省,就叫义 如果合乎这个理呢 就是个人理一好,大众理一好 都是公理主义那边 或者我们叫化学主义 如果包括个人的化学主义 这种讨论不可能是德性论学的讨论 硬盯看成德性论论 就会扭曲了瑜伽经典的意思 这个有危险的 明明人在讨论什麽是非对策的标准 合乎义的叫做善 不合乎义的叫做善 不合乎义的叫做善良 这个呢,如果你扭曲了 成为只是一种,得成为义的时候 就会把很多文献的意思 搞断了,解释不了 因为这些国民不是孤立的 在论语里面很多地方 在曼子里面很多地方 很多其他愚者的文献 都是强调同一个意思 比如董同书说 即是理论是正其意义 正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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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其道不继续 这一类,都是强调异理智变 读象生是更加重要的 一节讲异理智变 讲到很多人动容,哭 都是这些讨论 宏明那些一路后来 整个传统都是讲这方面 这些不可能是讲得性和理学 最非你扭曲了,他的意义是讲某个意思 还是讲某个意思 但这样讲对如今是没有好处 一方面就是,你解释了一句,解释了第二句 第一方面就是,没有了得性 就是分析和理学那边的时候 愚学就不完整 就是有得性和理学,变得不完整 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个就是讲 愚学,为什么有得性和理学的部分 至于得性和理学的部分 其实刚才提过,就是 石先生、盧先生和英国少 他们都有详细讲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我觉得 他们的讲法里面 可能最一半可能会想到 可能就不知不同 就是,其实瑜伽的功夫论部分 那这部分呢 是比较接近得性和理学的讨论 相对于语学说 本体论的步伐 这些就是比较中国作识 瑜伽式的论语 刚才讲的那些什么 德性、规则的那些 陷害是西方之外 但是这些是比较瑜伽式的 应该作识的 那我们会发觉呢 的确呢 讲这一边的时候呢 着重的就是那些 道律规则的讨论 刚才讲的先程是这样的 是不知讲的 以来这边 很多后来 比如在宋文理学的时候 一样的 规则是农理学 因为宋文理学最重要的是 就是以理为本 就是以心为本 你是天道 心是本心 天道呢 就是道德的超越根据 本心就是道德的内在根据 宋文理学最重要的是两个学派 我们传统讲法 不要讲谋身 讲三是说不复杂的 总讲法就是讲理学派 和心学派 就是一个讲理 一个讲心 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区分 正正都是在讨论 规则和理学的问题 以天道为道德基础 即是以本心做到的基础 这里有看到规则论学的内容 这些是属于管理论的部分 管理论就是讲心证论 和天道论这些部分 这些部分就比较和规则论学 是比较大的亲和性 我们可以用这个 term ability 比较接近讨论 但问题是功夫论的部分 如果只是用规则论学 便不够了 因为功夫论是涉及到 对道德的具体实识 如何令到一个人 本心去实践道德行为 最后成就一个道德人格 就是所谓成性 这些 这方面 规则论理学可能无能为力 在这些方面的解释 或者说功夫论的本体论基础 说这些方面 比如说所有功夫都要本心 或者要天道做基础 真正就是这样 但是这方面 反而德性理学 就会有很多很好的 就是一些讨论 比如说 如何形成一个道德人格 比如阿尔斯多德也说的 很有参考性 比如说习惯 这是我们瑜伽从来不略的 因为瑜伽说的那种的 德性实践 很多人不区分 就是从阿尔斯多德也搬过去 但是起码有两个要区分的 就是我尽管提起来 一件事就是 比如我们的那种的 就是德性的成就 我们不着重那些 现实陈远的东西 这是一个事实 你不可以因为你 你喜欢德性理学 强行将瑜伽本材的部分 讲到很现实的 都讲些什么才质 那些为主 那类话 起码和人意 是一个水平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从来不讲一些 理想意外的内容 就算是功夫论也好 或者起码少说 起码不重视 起码不重视 起码是次要 或者可以这样说 所以你看到最主流的 就是讲智良知 就是强调就是 我们的道德的意志 就是那方面的功夫 但是如何去成就 对现实的道德人格 我们对现实陈远的 考虑是不够的 这方面其实 但是说得可以 有些的帮助 比如说习惯 我们中国人说功夫人 很少说习惯 习惯好像和道德没有关系 但问题是 成就 现实的人格习惯 这是一个重要部分 因为不仅是理想 怎么想 你都要做 慢慢习惯前前 又可以有仗 强化 我们得胜的实践 这我觉得是重要的 就是用阿里斯多德的讲法 是补充传统瑜伽的讲法 这是重要的 但是记住 就不是瑜伽传统本来有的讲 就是你不能混淆了两个东西 他本身怎么说 和理想的他应该怎么说 是两个东西 不能混淆在谈话 这个方面是 另外刚才提到的目的论也是 阿里斯多德的那套的德性能力学 有很浓厚的目的论的含义 目的论是很着重现实层面的 外在的对象 所以强调 刚才提过 一方面 不单是人都有所谓好坏 物都有所谓好坏 这个是中文是从来不讲的 我们讲人禽之变 人禽之变 就是人禽之变 我们不着重说物 也有道德含义 但阿里斯多德的讲法是有的 因为它最重要是成就它的得性 而得性有一个目的的意思 第一个叫功能的意思 所以一把设计好的刀 是一把好刀 或者是一构很平滑的 很坚硬的石头 是好的石头 我可以这样讲的 但是这在如今而言 从来不讲 我们不着重现实层面的东西 所以说人也是 人的那些财质 从来不是我们放在首要位置 这个要承认 不可以因为你官德性能力 存息如学 要暴力地把它改变了 这个会有问题 明白我这个意思 因为从来我们人意和财质的比较 的确是人意高于财质 你不可以明年对着文件 说不是 反过来说 甚至说是平裂 这是违反全息的一个原则 这是暴力的全息 不合理的 因为文件不是这么说的 正前冬以来也不是这么说 你硬要这么说的时候 会有一个暴力全息的问题 比如这个要注意 顺便提一提 比如说到兼重的两方面 我觉得黄荣明的说法 是比较可以参考的 比如一些将本体和功夫 都讲到是相绩不利的 比如我讲到文件 这个没有人 我记得了 我忘记了 我读出来可能大家都听过 比如说 概深深意志物 是功夫所用之条理 虽亦各有其所 而其实只是一文 格致承征修 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 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